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有家人带小孩子来 可能住附近 然后小孩子想吃东西 牛排调味后再煎 肉香四溢 另外一家老牌饭店 人气牛排馆 当初靠牛排教父邓有魁打响名号 但是开店十年 面对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最近将花上亿元进行最大规模改装 就是要改变 做出茶语化 很多的业者就仿效他们 也陆陆续续开了这样很多类似的牛排馆 那以至于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么多年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新奇感 台湾人爱吃牛排饭店餐厅都要抢食这块商机 像老牌的牛排店打出传统味道 扎实大份CP值高 受到中老年人喜爱 但有魁牛排及美孚牛肉因为做法创新 价格虽然比较贵 年轻人很买单 不过在东区百货里这家牛排馆却在今年倒闭 踢到铁板 牛排市场虽大 但也需要策略才能在竞争激烈中生存下来 三立新闻许巨熊 邱子凌台北报道